当我们想要使我们的国家转向神 我们可以从耶利米先知写给住在尼尼威城的犹太人的信中学习 我们在耶利米书29章找到这封信 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耶利米给住在尼尼威城的犹太人的劝告 要耕种田园 吃田中的出产 并在那里发展他们的家庭 当他们这样做 实际上是在发展该城市的福利 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三点相关性 第一,平安这个词 在西班牙文是Shalom 当我们认为Shalom则是指平安 就是没有冲突 我们是在限制了自己的理解 Shalom的意思远不止于此 Shalom是圆满的和平 包括福祉 繁荣 完整 以及没有敌意 Shalom是指完整 没有分裂 没有受伤 从反面来看 我们可以说Shalom是没有丢失 没有破碎 因此Shalom包括得救 被成全 得医治 有健康 没有疾病 伤痛 或是缺陷 Shalom也要在整个社区一起实现 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 社区里 众人能拥有的最全面的福祉 所以Shalom不仅仅是指我们自己拥有平安 安全 完整 痊愈 健康 富足 和丰盛的祝福 而是我们所在的整个社区都应该拥有的体验 第二点是耶利米的话 因为那城得Shalom 你们也跟着得Shalom 等一下 在我们的印象中 我们通常认为 为了让人们得到Shalom 他们会到我们的教堂 参加细胞小组 圣经学习小组 出席我们的聚会 但是先知告诉上帝的子民 他们的Shalom将在外面城里找到 不是他们来到我们的平安 相反 我们在那里为Shalom工作 然后在那里我们会找到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平安要在那里找到 而不是在这里 所以新加坡的基督徒 我们要通过为新加坡的完全做贡献 以此来帮助建设我们的城市国家 让我们自己融入到它的方方面面 用新约的话说就是 我们是转化我们所在环境的盐 我们消毒 洁净整个社区里不好的事物 我们保留对所有人好的事物 我们不断完善好的东西 使其更好 在这个过程中 以耶稣为我们的终极Shalom 我们的整个社群都会经历Shalom 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是耶利米的呼召 当我们这样做时 我们也为城市的Shalom祷告 这个Shalom是神想要为所有住在这里的人成就 我们祷告 以便我们能够知道神对Shalom在新加坡实现的本意 我们必须在祷告中转向主 因为我们依靠他的大能来一起实现Shalom 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使各社区繁荣的兼具任务 我们要和那些与我们的努力相关联的人合作 以便我们能在被呼召的具体领域带来更好的结果 我们向他祷告 是因为他能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不是把我们推来推去 而是通过在我们里面动工 通过他的灵 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温柔的动工 让我们祷告 主啊 向我们展示 给我们启示 并带领我们进一步实现我们城市的Shalom 奉耶稣的名 阿们